林瑞莲以美国为例指出 研究显示 无法获得保释的被告 被定罪和判重刑的几率较高 如果被告可以在审前获得保释 就有更多时间为抗辩做准备 他因此建议我国司法制度 可在保释金制度方面做出改革 例如法官可以根据被告 在社区和家庭的关系 以及就业情况 允许被告少付或甚至免付保释金 林瑞莲也指出 目前在三个邻里井港试验推行的 电子服务系统都以英语操作 他希望系统能提供其他语言选项 方便年长者使用